16日晚,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,在呼和浩特举行,最佳导演奖毫无意外地被冯小刚拿下,算起集结号,可今年的《我不是叛逆点》,这已经是冯岛第二次获得金鸡奖,在获奖后他还表示,我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人成长起来,邓超凭借《烈日灼心》拿下最佳男演员奖,有玩偶表示,真是实至名归,不演喜剧的邓超,演技绝对在线,最佳女演员奖由范冰冰获得, 他凭借着在《我不是叛逆点》中的出色表现,击败了其他几位提名者,获此殊荣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天是范冰冰的生日,在36岁生日当天,李晨成功求婚,这对娱乐圈的家偶在相恋两年多之后,终于修成了正果。这一天中,范冰冰可谓是三喜临门。 文章也凭借《路遥之马力》拿到导演处女作奖,有玩偶好奇,为何战狼和吴京没有上榜?难道这么高票房的战狼没有资格入围吗?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,因为金鸡奖每两年评选一次,要在每年的5月3日到6月30号期间进行报名送审。 各制片单位报名参评可直接报送中国影协金鸡奖办公室。上届金鸡奖,战狼也只是提名最佳故事片,并没有什么好的名次,随战狼今年错失金鸡奖,那只能等到两年以后了,也不知道2019年的时候,万中瞩目的战狼能够包揽几个奖项,网友表示很期待。